如果說政府的公共工程 預算在今年繼續飆新高 那這些街道政府公共工程的 營建廠商 營造廠商 是不是在接下來這幾年 獲利都能夠有很大的保證 那對於股價上來說 去年其實年底 這些營建股就已經開始在漲了 那到底在現階段 這些營建股還能不能夠投資 我講一個安全來講的話 應該是蠻OK的 但是如果說你要有很大爆發力 我想可能你說爆發到什麼程度呢 這恐怕是有點困難 只是說安全來講的話 事實上我們給大家提供幾檔 安全值的去存股的一些股票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的 一共有七檔的一個營建 應該說七檔的一個營造廠的公司 其中剛剛我們就不跟你講那個中工了 因為中工那個一戶 一戶逃出引員18億 他賣的出去的話叫資產 賣不出去的話便負債 我不知道到底賣的掉賣不掉 因為市場各種不同的傳言 什麼潛銷了六戶到七戶等等 但是這個中工呢 其實在上個月的法說會 他什麼都沒講 他說呢有賣就會跟你們講 那到底是不是有沒有潛銷 這我不知道 所以這很難斷定論啦 不過中工其實有一個大的一個 一個大的案子叫做雲宇宙 雲宇宙大概是從 今年下半到明年的上半年 開始陸續陸續交 陸續交這個交屋的話 那這部分呢 可能也是有EPS上的藝術 所以我們就先不談中工 因為中工其實在 我們今天錄節目之前 他已經漲了一大段上去了 你這次在追的話 恐怕是有風險啦 所以你覺得如果說 最近已經先漲一大段上來的 不急的追高 沒有錯 但是等拉回嘛 對不對 那有拉回的話就有機會啊 事實上我們 講的第一檔股票叫做建國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建國 事實上 他的淨值是19.44億 漲了這麼久 他還沒漲到淨值 總是應該漲到淨值吧 對不對 他的未完工程 在第三季的一個季報上面呢 事實上看到是280億 這三年政府標案是47.65億 那你說這檔股票這麼少 你怎麼講這檔股票 不是啊 事實上科技廠的廠辦標案 他很多 他多少 他佔了49% 對不對 然後呢 公共工程佔了38% 然後呢 其實私戶宅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換儲 只有13%左右而已 所以 影響性沒有很大 而重點在其實建國工程 他的 他是成立一家 他是成立了很久的一家營造廠 過去啊 石門水庫的一個 石門水庫的一個 石門水庫跟正門水庫 這隧道 還包括水庫工程 是他做的 對不對 你看到哇 這真的是歷史非常悠久 因為我記得 我記得我出生的時候 石門水庫跟正門水庫 已經長在那裡了嘛 所以 這個比我年紀大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包括最近以來 這些科技廠的廠辦 他也接不少 而且他主要是 他導入了智慧科技跟 先進攻法 我想這是少數說 比較 有跟這個科技 拉上關係的 而且有一些專利 他兩岸有36項專利 然後呢 其實 在配股例上面 我們講說 這裡現在當存股 這存股都絕對是比你 存定存好 這個 連續22年配發了24.14元的股例 現在股價多少 17 16塊而已吧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光是股價都比他股力還高 所以如果你早一些年去存股 你如果假設你今天 你今天是兩三年前就 比如說你10年前就存 建國的話 你錢早就全部拿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 當他還這麼便宜的價格 如果他的營運狀況 這麼不錯的話 總之朋友 可能就可以 以一個存股的方式 存股心態去做投資 我想 應該也 應該說 不會說很大爆發力 但是因為獲利很好嘛 你根本你要賺的 可能就是比你這個 應該說比你這個 定存利率高非常的多 那這是比較低價的 就是這個 這個應該說就是建國 所以你覺得 建國比較適合 偏向存股 而不太適合做波段嗎 其實應該怎麼講 其實很多時候 股價是怎麼樣 是當 法人對他的一個本益比 提升的時候 他才會漲嘛 對不對 所以像我們 這個去年 有一檔股票 我們也是在股市週報 講過很多次 在股市上講過很多次 叫神機 神機其實今年有比去年好嗎 有啊 好 真的是好 但是好的原因是為什麼 他因為 他因為前年啊 跟Panasonic打官司 被罰了一筆錢 如果不罰的話 把它加回來 那去 跟去年賺的是一樣的 為什麼以前股價四五十塊 為什麼現在一百多塊 對不對 就是法人對他的一個 你說對他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產業面 把它 把它折所謂的 relating 如果說relating的話 股價就會上去嘛 類似如此 然後你說 他能夠 獲利能夠成長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一百的話 我認為可能性是 不高啦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很適合當存股標的嘛 而且存股你運氣好的話 大家知道去年存股 去年之前你存股存廣達 存偽創的人 你都 賺翻天了 對不對 以前廣達偽創 難道說 去年有比前年賺得多嗎 其實沒有嘛 對不對 其實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這有時候是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你看到就是安全的 安全的一個操作啊 另外除了這個建國之外 我想呢 其實不知道什麼 叫潤紅 我們剛剛講的 有兩檔ROE啊 股東權益報酬率23%的 一檔是潤紅 另外一檔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一個得昌 當然呢 潤紅 我們跟大家講 23%是什麼樣的概念 台積電是25% 所以呢 他只低於台積電百分之二 但是台積電一張 他快要六百塊 那潤紅 也沒有多便宜啦 一百多塊錢 但是你要知道 他前身叫潤泰營造 總原發掌 銀眼糧 沒有錯 就是你知道的銀眼糧 不是別人 就不是同銀同姓 就是他啦 沒有錯 就是 紅頂商人嘛 就是潤泰的大老闆 就是他沒有錯 而且他呢 這個根據我看到媒體的報導啊 他很喜歡 他每個禮拜 好像是每個禮拜 或每個月 都去跑去潤紅開會 因為潤紅裡面有很多專利 是他 是他發明的 很多專利有這個 這個包括 所謂的一個什麼 這個綁鋼筋的一個方式 現在他很喜歡 發明這些有的沒有的 不過 那些東西不是有的美的 那東西都是 對整個 整個產業呢 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看到 潤紅有幾項專利 有650項專利 那部分專利呢 無償開放啊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綁鋼筋那什麼 一筆鋼那些東西 他就無償開放了 那他主攻的叫做 複合預柱工法 這個可能聽起來好像很文言 其實就是 像在堆積木一樣在蓋房子啦 我可能在旁邊已經堆好了 我把它堆上去就好了 其中呢 其實最近以來最有名的一個案子呢 應該是群聯的新廠啊 我沒有看錯的話 這其實以前蓋個新廠 我們剛剛講的 正常公共工程那類的 什麼常辦的 兩到三年嘛 對不對 他一年多就蓋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他預柱工法太厲害了 他就把 他等於把科技業的做法呢 導進去這個營建業 所以他這個東西 他可能旁邊全部堆完了之後 疊了疊就疊完了 預柱工法 就怎麼上去了 所以你看到 其實股價來講的話 老實說 好像為什麼 為什麼能獲利這麼好 為什麼股價這麼高 都不是沒有別的原因了 而且他主要供的是什麼 高科技廠房 我們剛剛講到 群聯那個廠房 其實有沒有有興趣去查查就知道了 這一年多就蓋好 這其實我的印象當中就是 不是才剛剛 剛剛動土 怎麼再上涼了 奇怪怎麼那麼快 為什麼 因為他使用的是預柱工法 別人沒辦法做到嘛 所以高科技廠房會找他去做 而且除了這部分之外 其實我們剛剛統計完的 這些所謂的 未完工程裡面 其實他 未完工程也是蠻多的 但是沒有佔一個東西叫什麼 他幫潤泰蓋一個 新的一個商場 這個商場包括這個 應該是駐商混合的 那個案子是200億 他沒算在裡面 所以你們要加上去的話 他可能就是 突然一跳就變成我們剛剛 整個統計的未完工程第一名 那個沒算在裡面 那個沒算在裡面 因為那個 可能就是因為母子公司的韌列的關係 他沒有算在裡面 而且有沒有看到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有650項的一個專利 然後呢 其實他是連續16年配發股力 合計多少 76.4元 如果你我們呢 可不可以切一下這個月線圖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其實他以前股價多少 你看到就覺得 我們如果16年前認識他多好 對不對 股價29.85啊 對不對 股價29.85 而且29.85也不過不是16年前 你看到這個 大概是2015年吧 也不過大概才 才大概8 8到9年前而已 結果呢 你看到89年前29.85 現在最高漲到185.5元 而且現在是穩定的 大概在100元附近上下 而且你看到 這幾年配那麼多股息 所以 這檔股票其實投資者也是一樣 我想呢 當作純股是OK的 那最後一檔講到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抗榨基庫 找誰見 要找德昌見 而且德昌呢 事實上 當然其實德昌 我們也給 等一下看一下月線好了 你看到 你會覺得 很後悔沒有認識他 不過呢 說真的 我在2019 還是2018年的股市現場 講德昌的時候 德昌股價20幾塊 那時候大家連看都還懶得看 對不對 他長期 你看到 這邊2019 應該是那個時候 19塊 就19塊 對不對 今年最高早上86.5元 然後 回檔之後現在怎麼樣 大概站穩在70塊錢 這樣的一個區間 那德昌有什麼厲害之處呢 其實德昌ROE 也是23% 他跟潤紅比較起來 就在於說 潤紅比較大方 我們剛剛講的 潤紅的股息配發率 最近三年102% 德昌 這個檔肺哥他當生啊 他只配49% 可是你這樣想啊 他把錢保留在自己的手上 但是他能夠一年 幫你再賺23%的話 拜託你 你去存定存 只有百分之幾 3% 2% 你還不如留給他 幫你賺23% 就是這樣的想法 不過 市場對於高股息的股價 他的一個評價就高的 就像潤紅嘛 潤紅他股息評價就高 德昌你發比較低股息 股息評價就比較低一點 不過 也算是減便宜啊 因為一年大概可以賺到8到10塊錢左右 然後呢 專長是什麼 土建啊 機場啊 廠辦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空軍P003統報工程 我特別去查了一下 P003是清泉鋼機場的抗炸機庫 就是呢 這個 萬一共軍呢飛過來要炸 炸飛機 你放在抗炸機庫裡面 你可能要用多少磅炸彈呢 怎麼炸炸不開 他就不要這樣的一個工程 其實呢 我想也是 蠻厲害的一家公司 連續29年配發股力合計52.8元 說真的 要不是今年漲那麼多啊 你看52.8元 他股價以前 股價30塊錢而已 你光 這20幾年 如果你放有德昌的話 你是發大財了 所以你只能佩服說這些公司 董事長叫黃正勇 這黃董事長他真的是厲害 他不能把德昌弄到這麼厲害 而且其實 德昌還有轉投資一家 我想他可能覺得不起眼 不過我蠻喜歡吃的 老洋方塊酥 對他有轉投資這個食品 不但占他比例是一點點一點點 而且老洋方塊酥 還有賺錢耶 因為我還蠻喜歡吃的嘛 所以 當然這些公司 投資朋友可以留意到 其實從這個 包括這些整個做公共工程 當然 最近漲比較多的應該是工信 因為工信就是 兩個工程加加拿了五六百億嘛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應該是累積 你第四季財報一看出來之後 他可能就第一名了 他可能第一名 所以呢 在這邊還沒漲上去的 類似像這個建國啦 像是這個潤紅 甚至像是德昌 我認為應該都是 可以列入大家的一個存股標的 政府一直在發報工程 所以使得今年的預算標新高 那在工信接一波帶頭漲之後 還有哪一些落後補漲股 冠青今天幫我們選了三檔 適合來 不管是做價差 甚至是存股一些長期的投資 也提供給您做參考 還以後 我們有收視頻 發展 不 helicopter